现在由气象局颁布一则重要消息 史无前例的病毒暴雨龙卷风即将席卷我的世界 时间长达一个月 请所有村民居家躲避不要外出 我的天啊 我的世界有毒的暴雨龙卷风要来了 怎么办啊 看外面的情况 紫色的雨越来越大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躲避灾难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要去避难所吗 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外面的情况太恶劣了 没办法吧 我们在自己家里挖一个地下避难所吧 史无前例的病毒暴雨龙卷风即将持续一个月 而且现在外面有毒的雨越下越大 我们得赶紧动手了 那我们要把这个避难所建立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角落怎么样 好主意 我想一定会很安全的 我们最好加快速度 因为没多少时间了 我想对付病毒暴雨龙卷风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地下挖一个堡垒 如果是在地面上的房子 风力强大一点 可能会被吹走 如果堡垒在地下 不管多强大的风都不可能被吹出来 是的姐姐 你想的很周到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挖掘速度还是太慢 照这个速度下去 我们来得及吗 麦奇米说的没错 我们先停手吧 我想我们可以利用以往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利用天铁 炸开 好主意 我每次一慌起来我就全忘了 没事的麦奇 一切由我 麦奇快闪开 我想利用炸弹的话 应该很快就能在地下开辟出大型空间 我们这里越来越宽了 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继续多放点炸弹 横出一个大空间 因为我们需要在这里住上一个月 所以我想尽量打造的好一点 这样住起来会舒服一点 现在这个空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些不平整的地面跟墙壁都修缮一下 整理好的话 我想这一定会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避难所 我们要把它打造成我们的第二个家 我想我需要装修一下我们的入口 看我给它放上两个铁龙通道 你看怎么样 铁这个东西非常坚硬 这样的话 我们的洞口将会非常坚固 不那么容易被破坏 这两条通道我们一人一条 方便我们进出 最后我再装上两个防水舱门 看起来非常不错 我们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入口 既然这个灾难会持续一个月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地下避难所 准备一个月生活所需的所有东西 我们需要准备点什么呢 我们先从一个浴室开始打造吧 如果我不能在末日当中洗澡的话 我一定会很难受的 是的没错 所以浴室很重要 我们就在这个角落开始建造怎么样 没问题 我将会在这个地方放上我们卫生间所需的仪器 把这里建造好之后在末日 我们也可以洗澡了 哇 卖起你这个颜色的瓷砖 我很喜欢 是的 我想把这里建造的更加好看一点 我们的浴室正式打造完成 我现在需要把它跟其他区域间隔开来 接下来就是一个厨房 在末日当中 我们一样需要烹饪食物 首先我要把地板换一下 换成我们地上那个家一样的墓地板 这让我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我要在这边建立起我的厨房 我要放上橱柜冰箱以及厨房所需的仪器 我喜欢这个风格 我也是 最后再放上我们的餐桌 我们可以在这里吃饭 哇 现在我们的地下堡垒已经完成了两个部分 一不小心我们把空间给用完了 我们的卧室还没建造 现在我得再扩展一下空间 比较着急 因为病毒暴雨龙卷风马上就要来了 我直接放上一列TNT炸弹 我想一定能开出一个巨大的空间 看起来不错 以后挖地下通道都用TNT炸弹 还把地下水给炸出来 不过我目前不需要水 我得把这里给堵上 不然到时候把我这里淹了就不好 好了 麦奇让我们来装修好这里吧 把这里打造成我们舒适的卧室 我想村子里面一定有很多村民来不及去避难所 所以我们多打造一些床 到时候可以带领那些来不及避难的村民 住到我们的避难所 我总是感觉我们的避难所 还差点东西 还差什么东 还差电脑 你想一下 我们如果要在地下待一个月那得多无聊啊 我们必须得打造一个电脑桌放上电脑 到时候我们可以玩一下电子游戏打个一下时间 而且我们平时也可以上网冲浪 好了 完美 这下不怕无聊了 好了 病毒暴雨龙卷风已经来临了 我和麦奇把村子里面来不及避难的村民 全部带到了我们的避难所里 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 我很高兴 我把这里建造的非常大 可以容纳很多村民 等等 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虽然什么都打造好了 但是我们并没食物 不是吧 关键时刻掉链子 现在病毒暴雨龙卷风已经来了 我们还怎么出去 放心吧 我早有准备 我准备了两套防护服 我们穿着防护服出去就不用担心我们感染病毒了 来吧 让我们换上防护服 我们必须要去村子的仓库拿点食物了 再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就算不被龙卷风伤害 我们也会饿死了 更何况这里还有这么多村民等我们拯救 走吧 这是史无前例的病毒暴雨龙卷风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 哇 我们的屋子已经被摧毁成这个样子了 到处蔓延着紫色的雨水 不过不用担心 我们穿着防护服这些病毒雨水感染不到我们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赶紧到村子的仓库那边 拿到食物 快点仓库就在前面 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下 现在我们的村子真是一团糟 是啊 我们村子都快变成废墟了 仓库到底在哪里啊 就在前面你跟我来就行了 这个天气实在是太恶劣了 搞得我们前行非常艰难 我们到了 仓库就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秘密通道打下这个开关就会出现 我们需要从这里进入 我们现在到了村子仓库的那边 我们赶紧拿上食物回避难所吧 毕竟现在外面很危险我们不已久 哇 这里的食物真多 可惜有一些坏掉了 不过问题不大 这里的食物超多的 麦奇 我们拿上就赶紧走吧 我和麦奇已经成功拿到了超多的食物 我们走吧 Let's go 我是杰杰 下面颁布一则特殊警报 我的世界即将迎来彩虹海危机 情况紧急 附近的城市已被全部淹没 最晚一个小时将会抵达大村庄 所有村民收拾好行李物品离开我的世界 麦奇麦奇 你听到了吗 是的 我看到了彩虹海要来写了 是的 这是我的世界中一千年才会发生一次灾难 距离上一次彩虹海爆发危机已经足足过去了一千年 今天刚好是期限 完了那我们不得玩犊子了 该咋办 先别急 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历过这次灾难 当时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在地下挖了一个堡垒 才得以生存下来的 那太好了 我们也打造一个地下堡垒吧 好的没问题 我也是这样计划来着 看现在外面天气的情况 不像是要有彩虹海来临的样子 不够不能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现在可能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事不宜吃麦奇 我们赶紧回去挖地下堡垒吧 是的 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赶紧去建造避难所 我们只有一小时的时间了 不用担心 由于之前躲避马桶怪的时候 我们已经挖了一个地下室 我们下去简单收拾一下 再重新装修一遍就可以了 挖那太好了 这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建造时间 是的 我们也赶紧到我们家的地下室里面看看吧 由于上一次灾难的时间过去太久 地下室已经荒废了 现在我们下去打扫一下吧 这看起来好旧 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没关系 只要它能够在彩虹海中保护我们那就可以了 我一直都在箱子 里面存放了很多工具和物资 以备不时之需刚好这次用得上 太好了 不得不说姐姐你的危机意识还挺强的 我们先打扫一下吧 这个屋子现在太脏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居住 好主意 让我们一起齐心协力给它来一个大早处 而且我看历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之前的彩虹海 究竟爆发了多长时间 所以不确定要在这里居住多久 我们还是多花一点时间把这里打造得更舒服一些吧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这点空间如果要打造一套舒适的房子 估计不太够我们再挖大一点吧 好现在应该可以了 它比原先要大很多兄弟们 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屋子的全景 太棒了就算彩虹海覆盖了 了没有我们待在这里也能安然无恙 是的 这里确实很安全 不过这里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们待在这里也会饿死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食物和水 好吧 那我们现在要建农场了 是的 不过在此之前 我想要来弄一个无限水源 毕竟水是生命的源泉 没有水的话 我们种植的庄稼也长不大 已经做好了 现在有水了 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剩下的就是食物问题了 这个有点急手 我需要做一个可持续性小型农场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待到天荒地牢了 我要先给它挖一个坑 再往里面放上泥土 要留一条水道 往里面放上水 这样的话泥土就不会缺水了 是的 姐姐你想得非常周到 弄好这一切之后 我们就来开坑土地吧 麦奇麻烦你帮我一下 我要往这里插满火把 这样它们就不会因为没有光 而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我这个西瓜看起来很好吃 但是我要把它变成种子 种出很多很多的大西瓜 接下来让我们种上土豆和胡萝卜吧 那次看起来非常棒 我们的小型农场已经打造完成 姐姐你就是我的神 我们现在完全不用担心食物问题了 可以活下来简直太完美了 是的都搞定了 现在只需要把居住的地方弄好 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了 现在还剩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没时间可以浪费了 我们赶紧把居住区给打造好吧 小问题对于打造避难所 没人比我更熟练了 我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把我们的地下堡垒全部打造完成 看起来非常温馨 是的 我想居住起来一定非常舒适 现在让我来放上火把 把我们居住的地方照亮 我们的家现在看起来很棒对吧 是的 我们的 打造安全屋任务圆满完成 现在已经还剩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现在就不要乱走了 好好的待在屋子里面吧 就这样过去一分钟之后 彩虹海来临了 是的 只要经历过这一次之后 往后的一千年 我的世界都能安然无恙了 希望我们这一个避难所 可以保护我们 一定会的 节节出品 必出精品 我打造的安全屋 我有信心 就这样 我们在安全屋生活了半个月之后 现在外面的动静好像小了很多 是的 我想应该要结束了吧 不清楚呢 我们也不知道结束时间是多久 让我们待在这里很安全 没有任何漏洞 看来我们应该算是幸存了下来 我想其他村民应该已经撤离我的世界了吧 应该是的 在这里待了半个月好无聊 我们要不要出去看看 太好了 正有此意 我们出去玩吧 玩之前我们还是穿上一套防护服比较好 防止有什么意外 然后再拿上一把武器 万一有危险 我们还能防射 干得漂亮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全副武装好了 是时候该出发 我们走吧 哇 我地天啊 一打开这个舱门彩虹海就映入眼眠 看起来好像很危险的样子 不管了 我还是要出去看看我的天啊 彩虹海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碰到会燃烧 好在我们穿着防护服 能暂时抵挡这些伤害 不然我们今天就死定了 这个世界已经全部的彩虹海给覆盖了 给你们看一下 彩虹海到处都是 我们的村子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滩废墟 除了我们两个以外 所有的村民全部撤离了 是的喂等等 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三头怪 它估计是彩虹海爆发 它冲破封印了 我地天啊 还有一个村民没有撤离我的世界吗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好 听得到我们讲话吗 可以往这边跑 我地天啊 看起来它应该是跑不掉了 主要是这个山头怪在虎视眈眈着它 它由于体力不知掉进了彩虹海被腐蚀掉了 完了 我们成了三头怪的目标迈其快跑 它现在朝我们走过来了 快点赶紧潜入彩虹海 这样它就找不到我们了 快回到避难所里面 我是杰杰 一百级强度龙卷风正在席卷我的世界 很快将会抵达我们村庄 请所有村民赶紧撤离 我地天啊 天气预报真是怎么说的吗 是的 现在外面的天气看起来很恶劣 我怕我们的水火屋都抵挡不住它的袭击 那现在该怎么办 外面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妙 是的 而且现在这场雨下得超级大 我可不想我的房子 到时候被龙卷风吹飞 或者被水淹没 是的 我也不想 我们要不打造一个安全屋吗 可是现在这种天气没办法建造安全屋 等晚一点雨停 我们再开始建造吧 我看了天气预报过一阵子会停雨的 好吧 那就先等等吧 不过杰杰这次我想独自打造一个安全屋 奈奇 你又在搞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的建造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好吧 随便你吧 我都可以 过了一天之后雨停了 我们也打造好了各自的安全屋 节节快来开 这是我打造的水方块安全屋 怎么样 看起来很棒对吧 看起来确实不错 这个水方块 可是我花了一晚上时间构思出来 绝对超级棒 对吗 奈奇 那我还挺期待的 是的 我现在就带你进去参观一下 好的没问题 请进 看我的小房子很棒对吧 我尽量把空间缩小 把这小面积最大化利用 不仅有床 还种植的小麦 这个储物箱还能充当床头柜 看起来很棒对吧 我还有个炉子 到时候用来烤面包吃的 有一个细节就是我把天花板也做成了玻璃的 即使在这次灾难过去之后 我仍然可以在这里居住 躺在这里抬头就可以望到星空 奈奇不得不说你这个想法很好 可是你这里还是太小了 我觉得我这里挺好的 对我来说足够了 是的 我知道重点不是体积的大小 要看它能不能顶得住龙卷风的袭击 好了 节节带我去看看你的房子吧 没问题 跟我来吧 这是我的熔岩房子 哇 看起来比我的屋子大多了 是的 你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这连门都是高级的自动门 节节看起来这个房子你确实花费了心思 是的 我很用心地打造这个房子 看起来很棒 不仅如此你居然也打造了玻璃屋 看起来这个想法不只有我自己想到 更重要的是你居然还准备了一台电脑吧 这太棒了 到时候我可以来你家玩电脑吗 当然可以 不得不说你这屋子我确实很喜欢 不过我好像发现你的屋子并没有农场 到时候你肚子饿了怎么办 我早就考虑好了 跟我来吧 我这房子不仅打造了 表面这一层 我还建造了一个地下室 就在这个阀门的下面来吧 我带你进去参观一下 好的没问题哇 姐姐不得不说你这里简直太棒 你这里不仅有小麦 还有土豆胡萝卜 你这品种也太多了吧 而且你这个农场好大 是的 不仅如此 我还打造了好几个风扇 防止到时候空气不流通 哇 不得不说你这个地下室我非常喜欢 网屋 你还有客厅音乐 到时候无聊的话还能看电视 不得不说关于打造避难所 这一点你做的确实比我强 这里还有一套设施齐全的厨房 到时候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美食吧 真羡慕你 不过我怎么好像没有发现 你这里有厕所来 万一想上厕所了怎么办 厕所在这边麦琪哇 我的天啊 你的厕所都那么高级 你不说我的房子 好像忘记进到厕所了 到时候我想我得建议 用你的厕所来拉屎 那你睡觉的地方吗 你是准备睡客厅吗 卧室在这一边哇 你还准备了两张床 是的麦琪随时欢迎你 到我这边来居住 哦不了 虽然你这个房子我很喜欢 可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稻草坡 我还是决定回到 我自己的屋子里面躲避灾难 我要相信我自己的技术 好的 随时欢迎你到我这边来做客 就这样又过了一天之后 哦 暴风雨来了 不知道麦琪那边屋子怎么样 他的屋子目前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不过现在的雨越下越大 我担心风暴再大一点 他的房子能不能抵挡得住 麦琪 你还好吗 是的 我很好 我就说了 我的房子可以抵挡得住风暴 这下相信我了吧 嗯 好的 祝你好运 还好我打造了这个天窗 不出去也可以看到 天空中现在天气的情况 不过现在暴雨越来越大 希望麦琪那边能撑住吧 闲暇之余 我给大家表演一首科目三吧 大家对我的表演怎么样 觉得好看的在评论区写下好看 让我看到大家的鼓励 下次争取再跳个高难吧 我好跳完一首科目三之后 外面的风暴又大了些 好吧 姐姐我认输了 我那个房子实在是太小了 而且还没有食物 我那一点麦子根本不够 我做面包吃 我决定还是到你的安全屋来 好的没问题 欢迎你来我这边 走吧 我们下去地下室玩一下吧 哇 姐姐你居然把村民 全部带到这里避难了 你不说我根本没发现 是的 因为我这里足够大 而且食物也足够 这些村民来不及避难 我就把他们都带上了 哇 还是你这里好玩一些 我一个人该在那个 狭小的空间快无聊死了 我太喜欢你这里 等了那么久 我的快递终于到了 是的 我们在一周前就买了东西 等了好久了 居然现在才到 你好 我们是来取快递的 是麦琪和杰杰的快递 罢他你帮我们找一下 好的让我来找一下 他一定存放在 这些快递中的某一个角落 好的没问题 我的快递终于要到手了 我们可等了这一天太久了 我想我找到了 你的快递是这把钻石稿吗 是的没错 这就是我们在网上订购的钻石稿 谢谢 太好了 我们的钻石稿到手了 我们回家吧 杰杰 喂 杰杰和麦琪你们两个等一下 我有一些东西要给你们 你有什么要给我 你们两个想赚钱吗 如果你们想赚钱的话 你们可以利用钻石稿去接一些活干 有一些人 他会雇佣一些工人帮他们干活 从而支付报酬 哦 听起来很有趣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接一些活干 是的 我想我们可以赚钱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还有一把钻石稿 干活会非常快 是的没错 我已经等不及了 快点吧 姐姐我们赶紧走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用这一笔钱去买蛋糕吃了 我想应该就是这里了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工地 嘿你好 我们被告知你们这里需要一些工人 我们两个想来这里找一份工作 那你们来得可太及时了 我们这里确实缺少一批工人 我们的整个采矿团队被困在了地下 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你们请帮我清理这些事对 并且拯救他们 哦 听起来太疯狂了 我想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希望那些工人不要被埋得太深 否则拯救他们将会有非常大的麻烦 没想到我们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如此重要 现在那一批工人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现在很担心那一批工人的生命安全 是的没错 被困在地下的那一批工人正等着我们两个去拯救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严谨的对待 我们得加快速度 我们的工作有点进展了 我们挖通了一条通道 看到了梯子 也许这里是通往地下的通道 我们下去看看 不过这个通道还挺深 哦 果然不出我所料这里有一大堆岩石 等着我们来处理 我觉得这个矿洞的危险也不止这些东西这么简单 不然那些矿工他们可以凭自己挖出来 我感觉有很大的危险 正在等着我们 是的 我祈祷我们在这个矿洞 不要遇到任何危险 姐姐你看 这里有一个缺口 我想我们必须得下去看看了 说不定那些矿工掉下去了 这里很深看起来好可怕 我不想下去 但我们别无选择 是的 就让我们下去看看能在里面找到什么 哇哦卖起 我们发财了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超级稀有的彩虹矿石 我敢打赌在我的世界中 绝对没有人挖到过这种矿石 不知道这些值多少钱 我想如果把这些彩虹矿石卖掉的话 我们能直接发财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过这种彩虹矿石 他们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一定很珍贵 即使我们有非常昂贵的钻石岛 但是要开采这些彩虹矿石也是非常难的 它非常坚硬 这可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矿石 所以才这么坚硬 等我们找到那群矿工的时候 我们得问问他们这些彩虹矿石究竟是什么 是的没错 我都快被这些彩虹矿石迷昏头了 差点忘了我们的任务是需要这那些矿工了 我们赶紧去找他们吧 嘿 你看这边有一个铁门 我想看看这铁门的背后有什么 或许能找到宝藏 玩犊子了 我们碰上了一大批僵尸 糟糕 现在情况非常的糟糕 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会在这种情况下碰到僵尸 我不想战斗的 可是我们没有选择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逼得我不得不用钻石岛跟他们战斗 没办法 我怕把我的钻石岛弄坏了 你要搞清楚 现在是钻石岛重要 还是我们的小命重要 不知道那群矿工现在是否还活着 对不起麦奇 我没想到会碰到僵尸 我们应该带一把钻石宝剑的 但现在在后悔这个为时已晚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这些僵尸都击腿 小问题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疯疯欲对付僵尸 我们可是最擅长了 现在这些僵尸已经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只要再坚持一会儿 他们就能够全部被消灭 希望我的钻石岛不要坏那么快 黑姐姐往这边来这里有一个房间 这是干什么的 里面有超级多的TNT 我想这不会是被废弃的矿洞吧 我可不喜欢里面有那么多炸药 我们得快离开这里 否则爆炸的话我们会死得很惨 我的天啊里面起火了 姐姐我们必须快点离开这里 我不 最终我们还是没能敢在TNT爆炸之前离开 我的天啊 我的头好痛 我现在浑身上下都好痛 看来我们被那个炸弹给炸受伤了 我现在流了很多血 我必须要去医院 嘿我的脸怎么了 我的天啊 我的帅脸被炸成这个样子了 等等麦琪去哪里了 嘿麦琪你在这里吗 麦琪你现在还好吗 我得去找找他 麦琪哦不 我的天啊 麦琪你怎么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你现在变得一团糟 在这次的爆炸事故当中 你受的伤远比我还要严重 你现在必须马上要去医院 我想麦琪 现在应该听不到我讲话 但是麦琪你放心吧 我现在马上就带你去医院 你好 对不起 我们没有能按照你的要求拯救你的矿洞 我的天啊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们两个偶然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矿洞里面塞满了TNT炸药 它爆炸了 然后我们没能逃出来被击中了 我现在需要马上送我的朋友去医院 好的希望你们没事 别担心麦琪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你很快就会痊愈的 然后我马不停蹄地把麦琪送往了医院 我希望麦琪现在已经恢复好一点了 否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好 我来看望我的好朋友麦琪 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检查了你朋友身上所有的伤口 并且我们正在拯救他 你的朋友被炸得四分五裂 但我们可以帮他接回去 为什么他现在还没有血 而且他身上还有很多伤口 他要什么时候才被痊愈呢 我们也正在等他的身体恢复 你等一下 我们有一种非常厉害的药水 我想他应该能拯救你的朋友 他应该能让你的朋友完全恢复 哇 麦琪你活过来了 万岁我还活着 我以为我要嘎了 嘿姐姐你怎么了 为什么你伤得如此严重 太好了 麦琪你还活着 我以为永远要见不到你了 姐姐 你也应该要把这瓶药水喝下去 因为你也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谢谢你医生 姐姐那群矿工找到了吗 不 还没有 我们找不到那一群矿工 那我们得快点回去帮助他们了 同意 他们还等着我们回去拯救 但是麦琪在我们回到山洞之前 我想我们应该买一些盔甲 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受伤了 好主意 那我们赶紧走吧 你好 请问你这里有坚硬耐用的盔甲吗 最好是可以承受爆炸的那种 这你可找对人了 我这里刚好有一款盔甲 非常合适你们 我这一种盔甲是由非常昂贵的一些合金打造而成 但是它非常贵 没关系 再贵 我们也买 为了我们的安全着险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给你麦琪让我们来试一下这套盔甲吧 看起来很酷 希望到时候它能够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而且我们最好再买上一些武器 是的 我们再拿两把剑吧 我这里刚好有一款非常适合战斗的武器 给你 这把剑非常适合长时间的战斗 好的没问题 我们把这一套武器和剑买了 麦琪我们走吧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那个矿洞打败那些怪物 拯救矿工 你好 我们两个现在回来了 可以去地下拯救你的矿工 我好 我很高兴 你没事 看起来你比之前好多了 是的 我现在完全恢复了 现在我要下去拯救你的矿工好了 不过你们必须要小心一点 矿洞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没错 走吧 麦琪我们重新回到矿洞里面 我们一定能经历所有的困难就拯救大家 是的 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 这是个可怕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遭受过非常严重的灾难 看看这地上的血迹 都是因为那些僵尸不小心踩到了炸药的开关导致爆炸 这里还有一扇门 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希望这次我们不要再碰到僵尸了 是个熔岩关卡呀 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通过这里 值得幸运的是这个关卡并不算长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这一扇门面前 我的天啊 这是一只苦力爬 它看起来很奇怪 工厂苦力爬没有那么大只 我想它应该是个变异的苦力爬 我可不希望它爆炸 我不想再去医院了 是的没错 不过这次我们有盔甲和剑 有这些装备的保护 我想我们应该没那么容易受伤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在它爆炸中打败它 那是个可怕的怪物 我不 它爆炸了 不过幸运的是这次并不算是一个大爆炸 麦琪你看这里都是被那个怪物困住的矿工 我明白了 他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出去吧 原来他们都被囚禁了 别担心伙计们我们这就把你们救出来 我是你们的老板雇佣请来拯救你们的 非常感谢 要不是你们两个 我们可能出不去了 如果不是你 我们可能将会变成怪物的盘中餐 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了 便一苦力爬被你们两个给消灭了 是的 现在我们赶紧回到营地吧 哇太好了 我们终于离开了那个可怕的矿洞 非常感谢你们杰杰和麦琪 如果不是你们 我想我可能见不到我的同伴了 你们两个帮了我很大的忙 这是我支付给你们的报酬 哦 谢谢你 如果你们以后还有什么困难 我们两个非常乐意在提供帮助 这笔钱已经足够我们使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再见了 伙计们我们是时候该回家了 经历了这一次的旧约 我现在真的很累 我也是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姐姐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了 我昨晚睡得很好 美好的一天从出门开始 是时候去找麦琪玩了 我的房子离麦琪的房子很近 我准备过去找他玩 好像有人敲门 我想知道是谁会一大早来找我 姐姐快开门是我呀 我是麦琪 麦琪怎么了 是什么让你这么一大早的就过来找我 姐姐这太可怕了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 我们的村子遭遇了外星人的突袭 他们好像想摧毁我们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做点什么 等等麦琪 你在说什么 我有点听不懂 谁想摧毁我们 这里有外星人吗 不这都是真的 我会向你证明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而且我们现在很危险 好的麦琪 你先冷静一点 我会跟着你的 姐姐你必须亲眼看到 你才会相信 否则我说再多也没用 跟我来 我会带你看到事实 好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你究竟想带我去看什么 我们还需要走多远 就在附近很快就到了 或许麦琪 你只是做了个噩梦呢 姐姐你自己看看吧 就在昨天晚上 我们村子里面突然出现了这样大的一个洞 而且我们村子里面没云 所以不可能是村民弄的 我今天早上起来就看到了 不得不说 这个洞简直深得不可思议 麦琪 现在我已经相信你了 是对的 但是这个洞实在是太深了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外星人造成的呢 这很简单 即使凡村里面所有的村民聚集在一起 也不可能一晚上挖出这么大的一个洞 所以只剩下一种选择 那就是外星人弄的 这一切简直太奇怪了麦琪 我觉得我们要不要下去里面探索一下 或许下面不由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很多的钻石 哦 听起来不错 不过有一个问题 我们该怎么下去呢 我们只剩下一个喷气包可以用 这确实是个难题 或者我把喷气包给你 你先下去探索一下情况 我回村子里面跟村民把这件事情说一下 再顺便寻找另外一个丢失的喷气包 如果我找到 立马过来找你 这是个好主意麦琪 那把喷气包给我 我下去看一下 好了 兄弟们现在我拥有了一个喷气包 我将会使用这个喷气包给亚送口的深处 探索情况 我希望我能在下面找到非常多的钻石 在下去之前 我想要得到大家的支持 请给我一个赞同学们 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 哇 这个喷气包用起来真不错 谢谢你把它让给我卖起 我现在开始下降了 到目前为止 一切还算顺利 我越降越低 终于我抵达了谷底 这里离地面真的很远 可惜的是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一颗钻石 这里只有一堆无用的岩石 和铁矿 不过我还是决定到四处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有情况 那里有一个很奇怪的门 我现在非常好奇门背后有什么 我必须要进去一趟 黑我的天哪 它居然还要输入密码 我得在附近找找看看有没有限速 嘿 这是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本书 我得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或许密码就藏在其中 哦 这上面有数字 我想这也许就是那扇门的密码吧 我现在要试着看能不能进入任扇门好的我来了 答案即将为大家揭醒 我按照笔记本上面输入密码 果然门打开了 我成功进入了这扇门的背后 这里看起来非常奇怪 有着很先进的迷气 这或许是某位科学家的秘密实验基地 我很奇怪 这些都是什么 这里有床和这些精力的迷气 这里还存放着一些奇怪的液体 我很好奇 这些都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必须要把这一切都弄清楚 希望麦琪能快点赶来支援我 这里一定在进行着某项可怕的实验 这里有个箱子 可是里面是空的 另外一边也有一个 我必须去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线索 这里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面说有人在我背后 这太疯狂了 我背后没人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突然我的头陷入了一阵眩影 然后没了知觉 黑姐姐我找到喷气包了 等我 我现在就下来找你 哇哦这个洞口真深 不知道姐姐在下面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怎么没看到姐姐 她去哪里了 那边有个门 说不定她在里面 我得进去看看这什么情况 这间屋子看起来好奇怪 黑姐姐你怎么躺在这里 你这是在干嘛 怎么不动 你是不是死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这间屋子好奇怪 到处都是奇怪的一气 哎呀谁打我 就这样过去了六个小时之后 我的头好痛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有人打了我的头吗 慢着等等我这是在哪里 这里怎么这么奇怪 黑麦奇你也在这里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怎么躺在这里 我想麦奇这一定是昏迷了 我得叫醒他 麦奇你醒醒 麦奇起床了 姐姐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们这是在哪里 我想我们就在那个深渊的底部里面的一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外星人 赶紧的拿上我们的喷气背包 我想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我想你说的对 姐姐我们赶紧走吧 可是姐姐现在只有一个喷气背包 我们两个人该怎么出去 你放心 我会背着喷气背包飞上去 抵达洞口上面之后 我再把背包扔给你 你抓住背包就能飞上来了 这是个好主意 Yes麦奇太好了 我们两个得救了 我终于出来了 我现在非常想念我的房子 我们赶紧回去 嘿 我不敢相信我看到了什么 好像有人正在摧毁我们的村子 那会是谁呢 我没开玩笑 好像是我们两个 什么 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麦奇你看远处那边 那两个是我跟你的复制粘贴放大版 我想那两个克隆人 一定是那个外星人创造的 我想这就是他打晕我们的原因 利用我们制造了这两个巨人 然后袭击了村庄 麦奇 我想我们必须要反击了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摧毁我们的村子 是的没错 可是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计划非常简单 我家的地下藏有非常多的武器可以使用 哇看起来这些武器都很厉害 是的麦奇 我们要用这些武器来对付些坏蛋 我拿这三把剩下的你拿上 让我们送他们几个去见年王 好的没问题 我已经很久没有施展拳脚了 让我们好好的跟他们大战一场 可是我好像没有担忧 放心吧 我会给你的 我这里有超级多的 哇 这看起来也太苦了 走吧时候去给外星人一点教训 拿着麦奇这是给你的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我们赶紧走吧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万一他伤害到村民那就不好了 来吧 我们开启我们的反外星人行动 小心一点跟着我 说不定外星人就在附近 我们要为了我们的村子而战 救死吧 可恶的外星人 破坏我们的村子 我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 他们看起来很顽强 不过没关系 我有的是时间来对付你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 来清造我们的村子 哦太好了 卖起你的克隆体被击垮了 是的 接下来该轮到我的克隆体了 给我倒下吧 吴湖太棒了 我们胜利 希望以后我们的村子 不要再受到这些怪物入侵 是的没错